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中坑的感情問題 其實我本身回覆了她 不過我覺得挺有一個分享的價值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 她就說 陳小姐,我希望你可以在這裡先聽我的故事 我是一個失婚的男人,有兩個小朋友 其實已經不會期望自己會再有恩愛 在半年前的有一天,我在街上排一個限量的衣服 這個女生一起排,然後我認識了她 她是馬來西亞華人 外表很漂亮,很有鏡頭 我看到她就是一見鍾情的感覺 我不排除被她的外表吸引 她所有東西都很吸引我 到最後我就硬著頭皮,問她取聯絡 在之前,也有另一個男生問她取聯絡 然後我跟她在WhatsApp裡聊天 她是大學生,見識好廣 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家很小的工程公司的東主 我覺得配她不起,但我很喜歡她 很快我已經跟她表白 也寄過幾次禮物給她 但她仍然都沒有什麼表示過 只是叫我不要想太多 所以我限定決心 我要飛去找她 我明天就會去 因為我事先沒有跟她說我會過去 她跟我說這幾天她就要飛去倫敦 要5號才回來 我6號便會離開 你覺得我又沒有機 我沒有跟她說 其實我是有兩個小朋友的 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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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我講了我 那時候我是怎樣回覆她 因為她說她翌日已經飛了 所以我沒有給她任何留言 我只是問她 那你現在是不是去了馬來西亞 你是不是飛了過去呢 她就說我見了一段十分短的時間 大約是幾個小時 都沒有 她說你一來到 她知道我過去找她 就帶我去吃東西 還有請了我吃一點點東西 然後就說我要走了 然後呢 我到現在呢 都是一個人在當地 然後呢 她就說 明天之前呢 我們都不會再見 那女生跟她說 然後她就說 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的啦 我根本就沒有心情來這裡旅行的 這樣 嘩 其實呢 我當時都回覆了很多東西的 我說呢 你又有婚事啦 又有兩個小朋友啦 我說你都很負責任校 我說你丟下你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很小的 那我一個人去到馬來西亞去追求女兒 那 那 又不告訴別人 你只有兩個小朋友 那還有 你是對這個女生一無所知 你自己都認是 純粹被她年輕的 去吸引了 因為這個男人 我看她的照片都 又回不了年紀 都一半的頭髮 是灰白色的啦 那 那 還有我說 如果你真的想為女人好 你又說自己沒有錢 又說自己老了 又兩個年輕 我說你都不要害人啦 那 那 當時我大致上呢 就是 這樣 覆了她的 然後她就說 唉 我這些人 都是不配有女人的啦 不過無論如何 經過這次旅程之後 我會放手的啦 我都知道 隱瞞自己身世是很不對的 那 然後我跟她說 我說其實呢 你都可以再分的 不過要面對現實啦 就是說 我說你有小朋友 就要明白 先後次序 她兩個兒子真的很小 我說你不能一己私慾 這樣 整天扔下你兩個兒子 走去追求女兒 那 難道那女人一天跟你說 我不喜歡你兩個兒子 你扔掉吧 那我才跟你結婚 那你又跟著這樣做 然後呢 她就說 講一下她那個 為什麼會離婚啦 她就說 我拍拖經驗不多的 那 只是拍過兩次拖啦 那我前妻就是第二個 那 那十二年前呢 我就跟她在一起啦 六年前就結為夫婦啦 然後我發現她經濟很有問題啦 然後呢 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一直幫我前妻還責 就是 年復年月 月復月都是這樣 然後還還下呢 因為錢而吵架啦 慢慢感情都磨滅了 然後在去年呢 我發現她是一個病態賭徒 於是呢 我決心要幫她 然後跟她還了超過一百萬的債務 然後呢 還發現有幾十萬的債務 然後我找了社工 然後社工說 叫我不要幫她還錢 那 好了 一大堆那些我之後不再說了 然後她說我決心跟她分開 然後她一走了之呢 就告訴我 她跟那第二個男人一齊 就不會再回來啦 那兩個兒子都不會要的啦 就扔給我 那因為這樣呢 我的黃金歲月所賺的錢呢 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那當時我也是回覆了她的 我說我很同情你遭遇啦 但是我說呢 你發生這一堆的事情 最大的責任都是你自己 還有呢 我說我 就是用回她剛才說的 就是為什麼會喜歡我 所謂喜歡 那個馬來西亞女孩那樣東西 我說可能當初都是你很不了解你前妻 可能你覺得她年輕 或者她是你杯茶 那你就忠了過去 連和她一起這麼久 她是一個病態賭徒 你都不知道啦 那 那 我還回覆了她些什麼呢 對了 我說你前妻這件事 你都不會學會了 怎樣去了解一個人 先和她發展一段關係 就 我說看你的款 就像是那些 覺得她外表很吸引 就覺得 非君不可 那 然後我最後呢 因為都不想再跟她說太多了 我就說呢 總之你賺錢 養大你兩個小朋友先 我說你兩個兒子這麼小 我問你有什麼可能 就是還想花錢 花時間 在另一些人身上 而把你兒子的priority 是放那麼低 那她就說呢 我不擔心自己的經濟能力 她說我都知道我一生人很衝動 很不夠冷靜 那我經歷了這麼多教訓呢 希望呢 就是都會改到 有些東西之後 那 那 像你所說 現在應該住兩個小朋友的東西比較好 我覺得是 很多現在再婚的 男人女人的一個寫照 我真的見到很多 以前我記得我小時候呢 旁邊的鄰居呢 我是沒有見過 就是有媽媽 爺爺和我孫子 我從來沒有見過她爸爸媽媽 原因就是她爸爸媽媽都各自去找其他人 再去再婚 再生 但是沒有 不想再理 這些子女 因為她可能會提醒她的前男友 或者前夫前妻 會覺得這些小孩會阻礙我去找我的幸福 那 亦都是 我之前在凡西岳住也說過 很多人都不是真的喜歡小朋友 她只是 一定是放了自己的慾望走線的 你會覺得自己的幸福很重要 你會覺得 我見到那個馬來西亞女孩很漂亮 然後我就 哇 耳無反顧地飛去馬來西亞找她 你覺得很 可歌可入 在家樓下淋雨 或者是怎樣等她 覺得自己是故事的男主角 那 但是你做這麼多事情 你忘記了一件事 你不是一個 真的 沒有負擔的人 你還有兩個小朋友 在香港等著你 那你還要隱瞞一個女生 你自己是結過婚 有兩個兒子 其實我給她 就算你飛去馬來西亞 我當你這一下感動了她 她答應你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叫個女生 有孫不讀 你過來香港 和你照顧兩個兒子 還是你放下兩個兒子 飛去馬來西亞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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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都這麼大 你有兩個小朋友 是不是應該成熟一點 想想你究竟 做完這個動作 你究竟想我結果是怎樣 即是 這件事真的 很不合理 也有很多女人 也有很多女人 即不只是男人 女人都是一樣 那 丟下小朋友 我都見不少 即單親爸爸 有時候 他們跟我聊 都說 我老婆 當年都是這樣丟出去 她只是久不久 現在回來 看看女兒 那 那 這些情節 其實在香港都有很多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就是 我覺得大家如果你是 覺得你這一刻很愛這個人 或者你怎樣成 其實 生不生兒子 和你愛不愛他 兩件事是不連結的 因為你愛一個人 你是可以明天睡醒就會變 這個 fact 但是你小朋友生他出來 明天後日 一輩子 你都要照顧他 那所以 唉 但是我覺得說到這件事 已經說到口臭了 已經說了很多次 喜歡小朋友的人 無論你和你的伴侶關係是怎樣 你都會很想照顧他 你都會抱著他 就算打官司 都會欠個兒子回來 但是如果你是 不喜歡小朋友的 其實 就算你們是結婚的狀態 你都可以很不疼他 這個 case 為什麼我想說呢 大家都是會 就是會有你們的意見 但是我真的 覺得他兩個兒子很慘 就是已經沒有了個媽媽 然後那個老爸又想著追女兒 那還要是 在這麼不了解 那個女生的情況之下 他不是想為了兩個兒子 或者怎樣誠意去選這個女生 純粹是自己 勾行 自己看見那個女生漂亮 年輕 就衝過去 衝過去馬來西亞 真的我已經沒話說了 那今天這條片呢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呢 都可以 告訴這個中坑 我相信他都會正視這個現實的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